我們有很多很厲害的客串的隱藏的角色 然後到時候會慢慢的介紹給大家 謝謝 哇 很糾葛 對 這很糾葛耶 但是我覺得她心動還是愛的只有一個啦 跟太多人喔 不會啊 還可以handle 滿開心的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劇情 太過層層相扣 所以就是很想講 但是又完全不能講 所以我也覺得很抱歉 我也很想要讓大家知道很多 就是很多條線啊 然後不同的人物關係 但是就不能講 所以請你們看播出 請各位說說自己的角色 從廣城你先開始吧 我的話是扮演偵察這一方 那我就跟哥剪修哥還有另外一個 可以講嗎 可以 可以 等一下 誰 可以嗎 可以講嗎 你有答應出來過了 還有楊佑妮嘛 猶猶哥就扮演是偵察這一邊 然後要去解決一下戲裡面會發生一些懸疑的案件 這樣子 對 那我本身是一個比較衝動的角色 上面會有修哥跟悠悠哥壓住我這樣 小悅 嗨 大家好 我是小悅 我這次演一個編劇 然後演一個80年代那時候的編劇 然後大家應該都還記得就是 如果還記得的話 那個時候的電視跟現在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 然後算是生活過得非常的精彩 然後對 然後就是不太睡覺的一個人 大家好 我飾演的是何宇文 然後是一個很衝動 然後還滿偏執的大學生 你那個不衝動的 對 然後大家都拿拿拿 衝動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對 然後就也是一個 跟戲裡面有跟慶怡就是有一段 比較不簡單的一個過程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檢察官 也是跟肉肉啊 跟廣誠有很多對手戲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拍攝到現在 我們真的還原了那個時代的檢察局 然後我們真的把一個廢棄的一個 檢察局重新的感造 我覺得我自己每次到片場 都覺得自己自身在那個年代 覺得非常的興奮 然後你希望可以跟大家見面 謝謝 謝謝 你好 我是演 Nakamura-san 我真的是很大方的好客人 我們戲裡面最重要的客人 真的 雖然我是不中東 可是 不中東 就是進去裡面的愛情故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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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鐵